收藏心關心的來自家紀官的消息 今天是農曆三過二三媽祖先 新港鳳天宮十號晚上在一點 在廟前廣東基盤 媽祖一千空五十六年的 聖誕陳秋祝修台電 安排新港也是高中 跳615以傳統鼓勵的科技 向媽祖來修修 等任主席官的管理長官 來向媽祖祈求天降甘霖 慶祝媽祖先 新港鳳天宮四方個空演會 憲然的降山點燃耳空 讓祝修台電 淨添了 歡樂流來的氣氛 晚上在一點主席一久 將近200位由新港的十個中 所彈念的一生、禮生、月生和唱生 在聖誕基德老師的創作之下 依照著清空氣的聖誕裡 一步一步進入 在五三嚴治後 廟後開媽祖吃電的威力 並開始向新港鳳天宮 開代媽祖來職修 在廟後由管理長官 採 向媽祖祝習 我一直祈求我们的马祖母可以带来 适当的水就好了 不可以太多 但是一定要有一点水 不过我们的农民没有水 修工都修工了 民生用水也只能维持两个月 工业用水都是停掉了 而且要加价 所以早上我就希望 马祖母可以带来一些雨水 经过了解 为电限到马祖 努行主比伟怀的精神 6.15的益生是努行为主 而且参加 学习的学生也是马祖的客家 新疆的十个中表示 整个演出台准备了一个月 学生都是利用下个时间联系 这是新疆的十个中的公营 全台湾省为一个6.15来学习 台湾和新疆的风景 要维持这个高兴 我感谢我们传心这些信徒 谢谢马祖的保护大家平安 新疆 洪天共当时党和大洪共条 马祖驻台中间四百年 为赞本清兰 和团形到马祖座电文化 是在七年前开始 以鼓励为马祖祝修 展现到洪天共 保障苗物文化的用心 申心口友 洪新疆 蔡宏博德